好 來真的很想要瞭解 為什麼拿到這個錢 五千多萬元 韓國瑜市長不見得 要那麼樣的開心 因為裡面可能也有陷阱 國慶哥 怎麼說 吃人的飯飯人的問 拿人的錢 什麼事情都要省錢 我說真的 市場如果生日子會好價 人生日子是好誓 你聽到嗎 樹長有樹流的那個樹頭 都是很高價的 人生日子你就準備好誓 還有一句話說 希望樹沒皮必死無疑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政治就是這樣在玩的 韓市長你不用高興 韓市長是人一個褲子 你把它跳下去 其實你在二月份 五月份都有申請了 有申請了 既然人家不理你 你就洗他的小孩 你高筆到立法院方糟蹋 到行政院院費 去讓無農 去讓人幫你聘請 幫你洗臉 幫你煎鞋皮 幫你撈開 現在撈開之後 請亂來高雄情 你說我們決定協助你了 三天 是三天嗎 不是二月份之後有申請 有口頭講了嗎 一般新鮮補助是這樣 韓濱剛才說了不對 我先把老大 拜託 我有一條錢 你可以幫我捕貼 口頭先問 好 你公文上來 那就表示好了 你如果說我回來看看 還考慮 哪裡寫公文去還是 也是沒用 沒有用 多了工的 對不對 所以說在這種狀況 韓市長昨天開始問題來了 為什麼問題來了 他今天如果不用到立法院 去求這一些人 去那裡讓人家撈開 民間的力量會協助高雄市 我不相信民間力量 會看著高雄市民的 生命財產安全 在政治的操作之下 當作犧牲 政治的操作可以不像 高雄市民的生命 財產動作一輩子嗎 這真的實在 很皮皮 很可憐 很皮愛 這就是台灣的皮愛 5300萬昨天給了 你給他看 好啦 如果今天民間力量 來協助高雄市 疫情失控 誰的責任 中央的責任 我們申請你都不給 民間力量都集合進來了 但是我們專業不夠 你上面主管機關也不協助 造成失控 全部責任是中央承擔 中央扛 對不對 整治控制好的話 你看我們不用中央政府 由民間的力量大家團結 還是一樣把疫情控制住 這是我們全體市民的光榮與驕傲 這是高雄市長與市民共同的 一種公營 是不是都贏的 今天不一樣了 昨天開始不一樣了 來 我5300萬給你 疫情失控繼續擴大 誰的問題 糟糕 高雄市 高雄市的問題 高雄市長你的問題 我錢都給你了 我中央單位 陳副院長都帶專業來協助開會 緊急應變 錢也給你 你還搞得不好 還失控 那你高雄市長 你不是炒包土包而已 是不是韓國語書 好 如果控制住 控制住誰的成果 中央 中央 是我錢給你 人員都協助你 所以疫情控制住 你看我們中央沒在分大小 沒在分全人小孩 跟小孩一樣跟你照顧 所以韓市長你的問題 才開始而已 你控制住是中央協助你 錢給你 配合你 成立應變 你才控制住 你繼續失控的話 再多幾例的話 你看這是沒有作為 錢給他還是一樣擴大 還是一樣擴張 所以韓市長 站在政地面自己的位置 你這一步棋走得非常危險 而且你只有輸的份 你不會贏 所以說替你不敢 但是無法擠出來 我跟你說贏輸你都輸 不過再怎麼算 其實民進黨最金魚 是政治算計了 而且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總有自己人拿好處 你看在過去不是也有很多很多 怎麼官員出包 但是後來居然大家就蹲一段時間 馬上就可以看到他高升的例子嗎 最近你又看到了一個最新的訊息 這個人士出來了 原來這過去的交通部長 吳侯謀大家還記得他嗎 他其實在2018年7月16號 那時候當交通部長的時候 你看沒有多久 普悠瑪不是翻覆嗎 10月21號當天 真是悲劇 奪走18條人命 那他後來也因此說下台 實在是被逼沒辦法 必須下台 12月3號他就卸任了 但是你看 在2019年的6月份 這才多久 才沒有多久他接任的是什麼 新官要上任 中華郵政的董事長 這個董事長的寶座 已經等著他了 你看現在過去 好像灰頭土臉的 可是馬上你看就要接任 這個中華郵政的董座了 還是給他了一個位子不是嗎 其實在過去 大家來看一下他的經歷 在高雄氣爆事件的時候 他當時是副市長辭掉了這個官 四個月之後回任 這是在2014年 到了2016年任職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的主委 到了2017年港務公司董事長 你看就算過去有出包 他還是照樣能夠有官做 後來當到了交通部長 就算是發生了普悠馬 反覆的事件他也下台了 可是隔沒有多久 你看到了現在 即將又要接任一個新官 所以我們要來 請教一下燕康委員 所以這是花媽的人馬 是這樣嗎 這個官真好做 他當然是花媽的人馬 但是我要說的是 蘇貞昌院長找到傳人 有一句話說 蹲下是為了要起 後退就是為了要前進 那無鴻謀其實 大家記憶比較深刻的 他因為兩件事情下台過兩次 一個就是高雄的氣爆事件 當時其實最後做出來調查結果 高雄市政府的責任 事實上是過半以上的 所以他為這個事情下台 第二次當然就是 都是出了人命的事情 就是整個普悠馬 調查的到最後 到目前為止 即便是林佳榮上任 整個調查仍舊是荒腔走板 不管是這件事情是幾個 不管哪一個朝代執政 但是終究是要把原因找出來 因為人命關天 無論是過去交通幫 在交通部底下 這個結構有多麼的骯髒 如果民進黨真的重視 這18條人命 兩三百個人受傷的話 那就應該把這件事情 調查的水落石出 但是我們看到 民進黨執政這三年 用人的兩個最大的問題 叫做近親繁殖 跟我越近 無論是跟我陳菊越接近的 或者是跟我蘇生昌 在這一段時間 他上任之後 跟我越接近的 一大堆人馬 蘇生昌人馬都上來了 我不用講 大家可能在節目也討論過 包括國庫 國庫銀行這些人 最近蘇生上任的 金控這些人 還有包括最近上任這幾個 其實都是跟陳菊或蘇貞昌 相關的人才有機會上任 所以這也凸顯出 近親繁殖之外 民進黨完全沒有 專業的人可以用 所以人家都說酬庸酬庸 如果酬庸可以做點事情 我想國人可以接受 國人可以幸福 但是如果酬庸 而且之後出的事情 出的人命 一條比一條大條 國人當然不能接受 他過去還包括 吳鴻蒙還包括 除了高雄副市長 行政公共工程委員會 還有港務公司的董事長 這一次接的是更大資源的 我們現在郵政的董事長 他是郵政 物流 儲蓄 他還有很多的土地可以應用 前一陣子有一個土地 大家討論很久的 就是民進黨內部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最後操作本來是 第一標到照理說要得標 後來是因為 民進黨很多委員關係 為什麼不發很多標 物流 對 物源區 就江湖那時候放炮 這龜山 對 這都是很多大餅在裡面 現在民進黨如果有自己的 內亂的狀況 那就是資源分配不均 但是能不能把事情做好 才是比較重要 是 而且大家記憶有心 那時候不是江湖是來放炮嗎 就放炮的時候就說 董事長 總經理通通都換掉 魏建宏 陳總經理都下台了 下台那時候大家還在質疑說 為什麼這個時候 這麼火速的撤換他們的人 難道是因為有派系鬥爭嗎 或者是說可能是不是 裡面想要安插什麼自己人呢 結果沒有多久 你看現在到6月份 吳鴻謀就要去接 就是中華郵政董事長了 所以競平這裡面一切都是什麼 都是為了要安插自己人嗎 這又是花媽的旁邊的人吃香喝辣 另外一個最佳時政嗎 我先呼籲一下 那個晏秀委員剛剛講的 吳鴻謀他對照之前下台的時候 去年12月1號 因為11月24號民進黨大選大敗 然後當時很多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都把原因歸咎於是 普悠瑪的事故 包括吳鴻謀當時還失言說 他當了交通部長才知道說 原來台鐵的人力這麼缺乏 完全不了解台鐵的狀況 和工會的生態 也遭到台鐵工會去痛批他 雖然吳鴻謀當時 12月1號職官負責了 但是他當時記者問他的時候 他說要休息一陣子再說 真的是休息一陣子 是不是長官那時候 都跟他講好了 先避避風頭 我們就好像在講 跑社會新聞的這個 這個發生的時候 常常有些刑案 或者是一些什麼敏感的 黑道人士 狀況一發生趕快先避避風頭 以免被抓進苦搖或怎麼樣 他是休息一段時間在說 結果沒想到 真的長官跟他講了 然後又把他找回來了 現在又生了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 還變成中華郵政公司創立以來 第一個曾經當過交通部長 再遇尊降貴來當中華郵政的董事長 還真是特殊 問題是剛剛玉琴姐你也提到說 其實之前他們的魏董跟陳總 兩位的前中華郵政的 這樣一個董事長跟總經理 一個被逼退 一個就突如其來被拔關 反正兩個都很灰頭土臉的 離開就對了 當時引起了P.C.Hone的 他的CEO張宏志 他不是碰批說 就是中華郵政的物流園區 將近百億元 剛剛講在桃園龜山那邊 整個園區 裡面有政治蟑螂在喬事 當時的政治蟑螂引起 大家輿論喧嘩 你民進黨政府 為什麼好好查一查 到底是哪三個民進黨的立委 還是五個六個 甚至更多的 去扮演這樣一個角色 是像詹董講的 有政治蟑螂在裡面 想要幫什麼廠商 特定廠商 單一廠商 更多廠商去說話嗎 還是怎麼樣 沒有查清楚 結果你現在派吳鴻鴻來 是不是自己人比較好掌控 變成一種政治的分章 我覺得就是一種漏統政治 然後再來 不只是吳鴻鴻 之前我們看到蘇貞昌 其實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就開過記者會痛逼蘇貞昌了 那時候針對很多的公股行庫 他一下子左手換右手 然後幾個董事長 總經理逼退來逼退去 還有一個董事長 是之前離開的一個女生又回來 都是蘇貞昌聘的 那時候我就看到 黨團就有在通批蘇貞昌 你是把這些金融的行庫 一上來之後 他就馬上把一些人拔掉 都換成自己人 好 就算你行政院長 有這樣一個大權 接下來不到半年 要舉行這樣一個大權 你把所有的公營行庫 這些掌握所有的 各個金脈金庫的位置 都放好之後 接下來中華郵政 這樣的一個董事長 又掌握這麼樣 龐大物流的商機的 這樣一個百億元的 這樣一個案子 你把吳鴻鵬要擺過去 難怪人家會講說 蘇貞昌 你就是任用私人 又任用自己人 然後現在把吳鴻鵬擺過去 我不相信說 他連台鐵的 普悠瑪事故都不會處理好 連交通部長都沒有辦法 好好幹好 他可以把中華郵政 這樣一個被人家認為 高度敏感 因為爭議的案件 能夠辦好到哪裡 但不重要 只要幫蘇貞昌 幫民進黨顧好 他重要的這樣一個 掌握金脈物流的 這些位置和資源 我覺得選舉最重要 這裡面也有選舉的味道 在裡面 是啊 所以你看 只要是自己人的話 現在出包了沒關係 你道歉負責下台一鞠躬 就忍耐一下 反正後面還有更好的位置 等著你 是這樣嗎 可是在民進黨執政之後 過去一直主張著 什麼民主進步 可是現在連公投都沒收了 不是嗎 我要請教一下這個委員 因為你看像現在 這個公投 他現在就是說不綁大選 而且兩年一次 過去他們主張公投 可是現在上任之後 完全變了掉 現在聽說國民黨也打算要 舉行一個遊行抗爭 來表達自己的立場 其實我想大家都記憶遊行 在過去民進黨一直在推動 公投綁大選 而且甚至不惜 常年就是搭棚子 在立法院門口抗議 為什麼今天他會主動 要把大選跟公投來脫鉤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去年這個選舉大敗 他們覺得說 我選不贏我就改到贏 我就改到選的贏 這樣子這種行為 其實就是民主開倒車 過去包括蔡同榮委員 包括陳水扁 都是大力來推動公投 甚至有很多民進黨的這些前輩 他們都是努力在推動公投 沒想到蔡英文總統 可以說是比獨裁還要獨裁 難怪柯市長會說她是皇帝 她這樣子的一個手法 簡直就是民主開倒車 尤其在香港在反送中的同時 他們在爭取他們民主自由的 權益的同時 沒想到我們民進黨的政府 用這麼粗暴的手法 在立法院強行通過 修這個公投法 惡修這個公投法 我覺得這種行為 讓很多人民都很傷心 尤其是像我們雲林市 比較偏鄉地方 我們的地方議題 未來很難再用公投的方式 能夠表達我們地方的心聲 甚至有很多公民團體 他們已經成案了 也沒有辦法必須要重新再來過 這樣子可以說是 勞民三財 枉顧人民的權益 這樣的作為 難道就只是為了要勝選嗎 只是把公投當作選舉的工具 我強烈的建議 我們所有的人民 感受到這樣子粗暴的手法 大家一起站出來 在7月7號我們一起上街頭 來反對這樣子惡修公投法 好 剛剛我們看到 現在不斷的來黑韓國瑜 利用這個影片 現在你看到 連我們中天 現在也是利用影片 同樣是不是也在做假新聞 大家可以看到 又有一個這樣子實際的案例了 今天你們看到 是一個日本的東京電視台 東京電視台他們做了一個報導 然後這個報導 是到了一個台北的一個小吃店 飲食店 飲食店這個店長就是這樣 然後訪問了他 然後這個裡面居然說 這個店家是收錢 說這樣子的話 就你只要是說鎖定中天 電視業者打電話來說 只要訂平中天 每個月就可以減免600塊錢 他們是講2000日元 這個標題在這邊 然後結果大家就很納悶 真的嗎 是只要一直播一直播中天 這樣的話他就可以拿錢了嗎 當然我們今天也去還原 我們也去問一下這個老闆 真的有這回事嗎 真的有人告訴你說 你就是鎖定這個台 然後你就可以拿錢嗎 結果老闆還原真相之後 他說沒有這回事 根本沒有問到什麼減免的問題 只是在問我有限月租是多少 這個日本電視台 他們只是在問我 有沒有聽過這件事情 而且我都是播體育台 所以大家看到了嗎 這真的差很多 好 我們就先來聽一下 今天有最新的店家的說法 我們實際找到了被日本電視台 訪問的便當店家 祈求為在光華上場後面的 這座巷弄的這間便當店 而店家老闆也出來喊冤 整段訪問都是被斷章取義 他們平常播放的電視台 其實就是普通的體育台 他是問我說 我們現在電視台是多少錢 我說 我回想一下 我說應該是500塊 是這樣吧 電視台費用是500塊 不是這樣子嗎 那天是這樣問我的 他沒有問到說 解憑這件事情 他沒有講完 沒有問到這件事情 直錄的時候 你們的費用現在多少錢 我說500塊 然後他說有沒有聽過這件事情 然後就這樣 便當店老闆Key Put Put 一段訪問竟然被移花揭幕 成了網路抹黑消息的見證人 沒有 我沒有講綁中天這件事 因為人家沒有問這個 其實在網路上 都有人在討論這些事情 他只是問我有沒有聽過 我說在網路上就有人在講 我們裡面完全都沒有電視 Key看一下 完全裡面都沒有電視 仔細看座位區域 便當店一樓二樓 全部都沒有電視 客人什麼都看不到 唯一一台螢幕 在一樓的櫃台 放的是體育頻道 日本節目卻剪接部分小吃店 播放中天新聞畫面 接著讓他出面來背書 一個日本記者 一個攝影大哥 然後一個翻譯台灣 也是拿著機器來 對啊 用拿著機器 可是那個機器不像你 我覺得好像是私人 私人的好像是私人的 對好像是私人的 他們的麥克風有 沒有啦 沒有這樣 對他們斷腸取義 所以我們一直要聯絡他們 就問我說為什麼 那一天是講成這樣子 店家聲音受影響 一早都在打電話 聯絡日本節目 不排除要提出告訴 可以抹黑特地媒體 確診庶民小吃店背黑鍋 世界可以操作 又用這種遺花揭幕方式的假新聞 造陽抹黑 幕後黑手顯然別有目的 接下來阿公雅賣出觀展 台北報導 好 今天剛剛我們在談 就是現在居然說 什麼小吃店收錢 收錢就必須鎖定在中天 那獲得每個月這個600塊 也就是2000日幣的減免 這個居然還是從一個 日本媒體的報導出來的 你說奇不奇怪呢 現在你說要被黑 台灣人自己黑台灣人 喔 那可能也就罷了 怎麼會是連日本人 也要來黑台灣的媒體呢 當然我們也要質疑的是 第一 那你為什麼在播出的時候 好 完全蓋住了原因嘛 所以這是故意要掩蓋事實嗎 因為我們根本當時 從這個日本的報導裡面 你根本聽不到他在講什麼 好 難道你要逼著我們讀純語嗎 再來Live放送之後 20分鐘PTT居然就有高清截圖 還有所謂的懶人包了 這是什麼 這是哪招 難道幕後根本就有人在操控嗎 那這個日本電視台難道是 被這個完全是掌握到的 是所謂的錯誤的訊息 是有人刻意給什麼錯誤的訊息 然後做出來這樣的一則報導嗎 總之讓人覺得非常的匪夷所思 那你要說什麼餐廳啊 小吃店啊 其實都是什麼 有塞錢給他們 然後就必須要看中天 這種事情其實早在之前 我們就曾經澄清過啦 因為那時候不是就有人在講嗎 說什麼發500塊錢啦 每個月發500塊錢 然後就必須要看中天 還說什麼保五的總隊的餐廳裡面 就是這樣子必須被逼著要看中天 然後什麼投訴結果 內政部長許國勇都知道了 非常重視 但是問題是他的秘書 後來也跟我們直接在電視節目上面 就是我們大專制大爆掛 他也直接就說澄清有否認 完全沒有這回事情 然後NCC的前任的主委也予以否認了 這樣都還不夠嗎 還要拿這樣的老梗繼續再來黑媒體嗎 這實在是讓人覺得莫名其妙 我跟你講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就是用外銷轉內銷的一個方式 你知道其實他利用的是什麼 台灣人通常比較信任日本的媒體 認為日本做事情比較嚴謹 比較不會做假新聞 他就要利用這種方式 可是台灣人不知道的是 其實日本做假新聞是出名的 日本常常在做假新聞 他們多少節目被報導後來 全部都是假的 以前有一個節目 叫做什麼騰剛宏冒險王 叢林冒險王 那個從頭到尾就是編劇演出來的東西 你看他每次找那些外星生物 沒有一次找到了 然後演得多驚險這樣 那根本就是從頭到尾都是假的 他一樣這樣演出來給你看 那日本的一大堆東西 全部都是胡說八道的 那問題台灣人都把它當真的相信 這個就是你知道 我講的比較難聽一點 就是台灣人從日本統治時代 到現在延續了一個民族自卑感 你看到日本人就覺得人家一定比你強 這簡直是鬼扯 日本的媒體其實跟台灣媒體一樣 每個媒體有他各自的立場 有的親右有的親左 那所以呢某一些媒體 其實跟台灣的獨派的交情是非常好 那這些媒體呢 其實有的時候就會 你看他們常常在報導台灣一些事情 他引用的完全是獨派的觀點 那這種觀點你說不是偏頗的觀點嗎 那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他根本問店家的就不是 他只是問那個店家 我們剛剛中天也有去直接訪問 對 那個店家老闆根本就是你只是來問我 有沒有聽過這個消息 我說有聽過在網路上看過 因為之前新聞鬧很大嘛 新聞鬧那麼大 台灣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他說他看體育台 是我有聽過這件事情 就代表有這件事情嗎 而且他說他們來問的時候 我當時根本沒裝電視 我根本沒裝電視 你問我在幹嘛 但是他們才不管 他們要的就是一個畫面 然後呢把這個畫面一播出之後 你看他跟台灣早就聯繫好了 有人直接在先看這個畫面 就我其實我這些圖啊 這些東西全部都已經做好 做好幹什麼 就等你畫面一播之後 我就趕快把你這個畫面擷取之後 然後啪一下 我就說你看日本媒體都這樣講了 你們還不相信嗎 抓到了證據就在這邊 那結果問題是馬上破功 你知道很好玩的就是喔 今天本來這個日本那邊 一報導一出來之後 網路趴同時發 然後結果媒體開始也覺得 這個新聞跟著一起發 你看這都是按部就班的來 然後我跟你講一發完之後呢 他們發覺不對 因為到早上的時候 發覺這個老闆一被採訪 他們發覺破功了 是 破功了馬上撤 還好我們的記者 是 真的很努力的去找到 這個店家老闆好好澄清 否則我們是什麼 跳到黃河洗不清了 他們犯了一個大錯 因為那個老闆開那個小吃店 那個其實離很多媒體很近 對就在那個好像是 巴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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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離很多過去媒體 我們媒體很熟那塊區域 以前我們在那邊上班 所以很多人看到那個老闆的臉 你就知道他是誰 所以你要找到他很容易 下次建議你們要黑的話 找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真的 因為那個太明顯一下被抓到 然後呢 這樣一弄之後那個媒體 我就直接講自由啦 自由馬上把那個新聞撤掉 你現在去看 自由現在那個連結已經不見了 進去就是空的 因為他知道他弄錯了 然後呢你知道 更先的就是本來早上 一大堆鄉民啊PTT啊這些地方 哇大家都講抓到 你看中間就是這樣子 應該要撤中間的執照 結果呢 現在你們這個專訪一出來之後 你知道他們不是說 很多人在說 你看你看又是操弄假新聞什麼 不是喔 是一片噤聲完全不談這件事 都不談 沒有人談這件事 所以你知道談論這件事 你都是誰了吧 你還說沒有1450嗎 這完全就是網軍操作的一個橫金 結果呢 政府不是說要抓網軍嗎 假新聞啊 你們去抓假新聞啊 這是明顯的假新聞啊 政府是不是要代表我們去直接對日本電視來發表嚴正的抗議 你怎麼可以扭曲台灣的形象 故意扭曲台灣在國際的形象 好像台灣的媒體都在亂搞一些事情 我老實說今天中天如果有做任何不法 你覺得NCC會放過中天嗎 你覺得政府會放過中天嗎 政府就查了個半天沒證據 從7年查到現在嘛 不是嗎 中天是多成為政府的眼中 我想全台灣人民應該都很清楚嘛 你覺得政府動用國安局 動用各種力量都還查不到中天的問題的話 你覺得日本一個電視台隨便來採訪 你今天可以查到 日本有這麼神奇啊 所以真的不要再去相信這些鬼話 那我也必須說 你們網軍你們又被破空了一次 相信我 你們未來出的這種烏龍包 好了非常非常多 我就等著一次一次再看你們的笑話 是啊你看 所以我們當然呢 就在這邊再一次的嚴正聲明了 今天呢這絕非事實 就是這個日本電視報的那個內容 絕非事實 不要再曲解原意 也不要再斷章取義了 當然也希望媒體 如果你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我們媒體同業有的時候 可能大家要搶快 那一轉戰了之後呢 拜託趕快下架 因為那是不實的報導好嗎 針對這個未經查證的不實的報導 中天要捍衛我們的這個信譽 特此澄清絕非事實 並且將對日本東京電視台提出相關的告訴 也禁告同業們 千萬不要再以而傳而 否則會保留相關的法律追溯權 其實中天在做什麼事情 中天就跟我們昨天我們的記者 拍到的這個高雄 非常辛苦的那些幕後工作 在做什麼呢 在那裡清淤泥 在那裡什麼要挖掘 也在挖 我們是在挖掘真相 我想你們中天應該再加一條 就是呢 今天你們這個東西 你們已經澄清了 是啊 從今天開始 如果誰在任意轉戰這段 連網友一起告 是啊 就是只能採取法律行動了嘛 不然怎麼辦呢 那昨天大家也看到那個畫面 真的很多高雄人啊 真的他們都在說什麼 好感動啊 好想哭啊 謝謝中天啊 把這個真相 這個報導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 那個下面是有多糟糕 原來是搞成這個樣子 前朝到底在幹嘛呢 那我們其實說實在話 我們也當然 歡迎對媒體同業 大家就去報嘛 大家就去也一起下去看看嘛 可是上百家的這個台灣的媒體 好像只有我們中天一家 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拜託別再鬧了 千萬不要再這樣子以而傳而 社長 我想關於類似的這種新聞啊 我覺得是非常令人 這一個困惑啊 那除了這一則新聞之外 我還有四個大的疑點 四個大的質疑 這個大的質疑是什麼呢 就是幾天之後 六月二十三號啊 這一個所謂的反紅色媒體大遊戲 之前我們已經提出好多次的質疑 就是說這個定義 請問什麼叫做紅色媒體 請問紅色媒體難道是針對 對於那一些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 抱持正面善意的媒體嗎 比如說除了我們之外 像聯合報 像東森新聞雲 東森新聞 還有TVBS 這些 是不是郭董事長捐的呢 請說清楚 到底是誰捐的 那如果說老實話 在台灣這個開放的社會 真的要去清查金流的話 其實金流是查得出來的 就是說這個錢的來源 其實要查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啊 六月二三號這個遊行 錢到底是不是郭先生出的 是不是郭董提供的錢 那如果不是 那請問為什麼遊行的名稱當中 又有反旺中這樣的字眼 為什麼要反旺中 說白一點 是不是就是因為反韓 黑韓 是不是就是因為我們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 花了很多的時間 講韓國瑜的優點 支持韓國瑜 所以才會搞這一場遊行 目的就是為了消滅 支持韓國瑜的聲音呢 那另外另外我們的第三個質疑 就是請問郭董 自從您決定參選一直到現在 您到底從銀行提了多少錢 用了多少現金來投入這一場選舉活動 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可以聽得到 鋪天蓋地的媒體廣告 形象塑造 新聞報導那麼多 那我們要請教一下 在民主政治一個環境裡面 這一個是不是金流 或者說是投入了資金 是不是應該公開透明 難道政治人物搞政治 不管你是庶民也好 這一個政治素人也好 或者說是資深的政治人物也好 你從事政治活動 難道資金不應該攤在陽光下嗎 我們第四個質疑的就是說 對於國民黨這一次 這個總統候選人的初選公約 針對國民黨的這一次初選公約 我覺得值得大家質疑的就是 代表韓國瑜去簽這個公約的是孫大謙 那有一個人沒有簽 就是郭董事長 既然這一個公約 它的名字叫公約 那有一個人沒有簽 就好像我們四個人 國慶兄我們四個人打麻將 那我就故意不照那個 麻將的遊戲規則 我就亂打亂玩 跟你們亂 那我請問你們麻將還打得下去嗎 公約 如果有一個人沒簽 那還叫公約嗎 所以這個公約 它已經撕掉了 它的公約的一個 這個前提條件 它已經沒有公約的價值 所以在一個沒有人 有一個人不簽的 這個公約的情況之下 這個公約完全沒有它的效率 所以孫大謙簽的這個公約 它已經不具有任何的約束的效率 換句話說以後如果發生任何情況 如果任何一個人反悔 那根本就是順理成章的 因為有一個人他叫郭董 他就根本就沒有簽這個公約 所以國民黨的初選公約 根本就是形同據聞 它根本就是無效的公約 就是有約定 但是沒有約束 所以這個不簽又能怎樣 那公約的價值又何在 當然是質疑這個郭董不簽公約這件事情 但是話說回來 這次我們看到這個623 黃國昌他們主張要弄一個 反紅色媒體的大遊行 我們要先去了解一下 就是這個其實他還經過募款 這是有錢的 那這個錢從哪裡來呢 真的要打問號了 你看他說 他是沒有錢來負擔這個遊行活動 所以才要發動募資 結果募資募得189萬元 可是會不會有點名不正言不順呢 是用什麼樣的名義呢 是政治的名義嗎 是公益活動的名義嗎 你黃國昌今天出來要選立委 還沒有宣布競選 那你沒有政治現金專戶的話 這裡面這個釋法性的問題 也讓人產生了質疑 那當然因為之前郭董 郭台銘 郭董 他之前本來還要去參加那個遊行的 是要跟黃國昌站在一起的 讓大家覺得其實還蠻錯愕的 可是他今天 如果說就算你不去 可是你還是在精神上予以支持的話 那當然也因此會被質疑說 你會不會不只是在精神上 難道可能在物質上 都有可能要去力挺這個遊行活動 所以難道郭董會在背後出錢嗎 真的要打一個問號 好好的質疑翻了 競平 黃國昌可以說 短短一兩天之內就募到這189萬元 真的是現在我記得 立法委員選舉是應該可以政治現金募款 但是請問他這個短短一天189萬元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 募到的這個款項 他的這個專戶 政治現金專戶 他是用什麼名義 是用他這個立委你參選的黃國昌 政治現金專戶的這個名義嗎 我會很好奇他是怎麼樣對外募款 你要辦一個623反什麼什麼媒體大遊行 然後什麼樣你要一個名目 那如果你是作為你自己的這個競選活動 你為自己立委 因為立委選舉從明年1月11號 往前推8個月 那你募款的名不正言不順 然後你是不是符合政治現金 還有包括是不是符合這個公子人員 你要參選的這樣一個募款的這個相關的法律規定 我覺得這個都是有問題的 是不是監察院好好查一查 這第一個 因為你是立法委員嘛 你經常要大家遵守法律規定嘛 你還可以跑去NCC 去移植起司的 好像你比行政院長還大 然後就可以叫NCC做什麼做什麼 其實他今天辦這個遊行活動啊 我最近在這個政治圈裡面聽到一句 不知道是不是玩笑話 大家都講說 珍惜政治生命請遠離黃國昌 我不知道委員有沒有聽過這些 我就聽到這個 我聽了就惠心一笑 珍惜政治生命請遠離黃國昌 而且我還聽到實力的人這樣講 對 有這樣我就覺得很好笑 是啊 不是有黨員 實力的黨員都叫主席說 我們要跟他切割嗎 跟黃國昌切割 黃國昌他自己跟實力 他自己裡面爆發了黨內的一些路線之爭 是 他辦這場遊行之爭 為什麼 為了他個人嘛 你以為他這麼什麼 反紅色媒體大遊戲 還是反什麼什麼 反什麼 就是為了做到他個人的戰將 什麼國昌老師不管啊 他以前那個形象啊 那辦得好 如果人數積出來的話 你看 他如果在 因為他到底要不要出走實力 要不要留在實力 過去他跟什麼 徐永明那些什麼實力 都是好像變成實力的招牌明星一樣 如果他出走 還有沒有人鳥他 還有沒有人理他 那他如果出走的話 或者是他留在實力 如果辦了遊行人那麼多 他在裡面實力講話是不是很大聲 就跟以前一樣 雖然不當主席了 如果可以募到那麼多錢 辦了這個活動有聲有色 是不是又可以為自己打算盤 你看我就是跟民進黨 跟大綠不一樣喔 我在小綠裡面還是有號召率 而且我們的政治光譜 跟民進黨就不一樣 民進黨不敢反 我們就敢反 我可以吸收那個民進黨 不敢拿的票 這些選票都是我拿的 這就是他打的算盤 大家有沒有搞清楚啊 可是他現在又從小綠跑出來啊 對啊 所以小綠跟大綠之間的矛盾 他深暗其道 小綠之間的這個分裂 跟他裡面的這樣的一個 彼此的這個爭鬥 他也知道要怎麼樣去打這個算盤 所以他真的是反什麼什麼媒體嗎 否則這一段時間這一兩年來 他怎麼突然都沒發生 突然選舉到了半年 又開始來蹭旺中 蹭中天 然後開始用這種反什麼大遊行 然後用這些民意來講 好像他最清高 所以我覺得其實夠了不必了 這個政客啊 趕快回去顧你的 戲子的選區比較好 比較危險啊 否則不管是對手 或者是那個選區綠的藍的 誰派出來這個人選啊 人家都開始在經營 在故莊在跑選區 你還有心情去辦這個大遊行 而且用的這個方式 都是你的老梗跟老套 那我覺得只會讓人家看破 這樣的一個問導遊 人家說戰將啊 我會把它翻成沾將 沾一下中天的醬油 沾將問導遊 沾將的黃國昌的 這樣的一個人家會看破你的手腳 是啊 我要請教一下俊哲啦 因為現在 這個民進黨裡面也有很多人 看黃國昌顯然是非常的不以為然 甚至對於他的這個遊行活動 也都覺得 好像有一點名不正言不順 都頗多批評啊 那包括像是民進黨 像什麼王定宇啊 綠黨王浩宇啊 也通通都出來酸他 甚至剛剛我在講 連實力的黨員 自己也對他提出了蠻多的質疑 跟批評的說要跟他切割 所以你怎麼來看黃國昌 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那他今天還能夠迅速目得 所謂的189萬 是直接跟誰拿的錢比較快嗎 跟誰拿我是不清楚啊 但是其實很少政治人物會做 這樣的事情 包括民進黨也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情 那其實小綠一直想要走極端 甚至剛才靖平所說的 時代力量他們好像也不想跟他走在一起 不想跟他扯仗 一直以來好像黃國昌 對中天就是一直有意見嘛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疏願一直到現在 他似乎把這個事情 透過反送中的時候 然後想要把這事情炒大 那甚至可能要反韓國瑜把他 他變成要取得這個 好像反韓的一個大將 那我想這是他個人的政治操作 那至於民進黨我想 目前沒有人會去支持他 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本來媒體就是重要的第四權 那我相信政治人物本來就應該要 遵守這樣的一個原則 那台灣也有不同的聲音 大家都應該去聽 互相包容也要互相尊重 那如果今天黃國昌做了 這樣的一個反效果的一個做法 我想對他不見得這個選舉 是有幫助的 對時代力量不見得是 有很好的幫助 對 不要到時候其實 還弄得滿糗的 這就難堪了點 好 休息一會 馬上回來 問你是要用什麼樣子的理由 來辦遊行 你要說是反紅色媒體的話 我們就要問 為什麼就是專指針對望中集團呢 好 這一點我們要請黃國昌 一定要好好的解釋 再者現在你說不斷的是在 反對這個望中集團 那我們就要問 難道是因為我們認同 韓國瑜他所做的事情嗎 現在你說如果要來看韓國瑜 韓國瑜現在跟我們一樣 一直都在背黑 剛才也講了嘛 那個影片不是也在黑中天嗎 現在你看黑韓國瑜 結果黑到現在 你覺得民調有影響嗎 我們如果從最新的這份台灣指標 民調來看的話 好像沒有喔 回神了 來看看 首先針對這份民調 藍營如果是黨內的互比民調的話 排第一的還是韓國瑜26.9% 而領先了郭台銘近6個百分點 因為郭台銘排第二 20.9% 朱立倫是排第三 10.9% 好 這個是藍營的黨內互比民調 再來看 如果說現在是沙喀都的話 你覺得是看韓國瑜比較強 還是郭台銘會比較強呢 答案還是韓國瑜啦 我們先看看 韓蔡柯的互比式民調的話 韓國瑜是31.4% 蔡英文是28 所以韓國瑜有微幅的領先蔡英文 至於柯文哲是22.9% 但是如果今天不是韓國瑜 是國民黨是推郭台銘出來對戰蔡柯的話 答案就不一樣了 在這邊蔡英文是排到第一喔 是28% 郭台銘23.1% 所以蔡英文領先了郭台銘有將近快5個百分點 柯文哲呢22.3% 換句話說如果今天國民黨不是韓國瑜 而是推郭台銘的話 贏不了蔡英文贏不了柯文哲 唯有靠韓國瑜 而從黨內的互比民調來看 韓國瑜也是最領先 先來請教一下國慶哥 你怎麼看 所以黑寒黑不下去 民調告訴你 民調有參考 問參考 問聽 問看而已 民調如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小英總統跟賴院長初選之前三天前 所有的民調也是都 還差不多韓國瑜領先 結果民進黨做出來的民調 就是小英領先 而且是贏過所有的候選人 隔了三天後做出來的民調 小英又在後面了 對一分比較值得參考 所以我覺得現在連媒體都有立場 要不然的話 黃國昌不會說要去抗議 其實抗議占對這台電視台 這是很不公平的 怎麼說 你如果這家電視台有任何的問題 他有主管機關 當一個立法委員是一個監督機關的時候 你應該去要求主管機關 對於各法令上有什麼不周延 有什麼違反規定 你要求是應該是NCC 所以你抗議遊行應該是 是去NCC抗議怎麼會 叫大家來反紅色媒體 那誰判斷他是紅色的 就主管性你說紅色 他就紅色嗎 好 你如果說他是紅色 請你提出證據交給NCC NCC再來處理 這不是正常的程序嗎 那有那個勞民傷財 叫大家關機 來辦一個家電話 那不是政治目的是什麼目的 不是 好了你自己 不然會好什麼人 所以這很清楚 台灣都已經亂了 所以說NCC直接廢除掉算了 NCC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 你像剛才那個假新聞 現在台灣的選舉很明顯 日本方面已經介入了 為什麼日本要去做這個新聞 這關銷日本 影響到日本 變成國際化 國際化 日本人可以來污衊中天 做假新聞沒問題 中天不正記 你們說他是紅色媒體 要來給他出分 要來給他看 要來給他糟蹋 我覺得這個真的 地勢權已經都那種 那種公信力蕩然無存 說實在的 大家很清楚 你說好 為什麼中天播報 韓國瑜的時數會比較多 真的 觀眾真的愛看 觀眾愛看 收視率好 觀眾喜歡看 你 我跟你說 媒體雖然是一個持平 讓我們民眾有資的權利 但是他也是算一個盈利單位 他還是以賺錢為目的 我的廣告效益比較高 更多人看 我當然要追這個新聞 這是正常的道理 就因為這樣要給他電 這樣說說的 十多台 所有媒體都支持特定人士 韓國瑜說不要選的時候 沒有郭董的時候 多少的電視台是很持平的 甚至於偏袒 韓市長這邊在講話 等到郭董出來後後 你看看我剩這台而已 我算是剩這台而已 這台如果沒有 韓國人就要看哪一台 看哪一台 看哪一台 國民黨支持者你看哪一台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理性的 去看待整個台灣媒體的生態 媒體生態已經都混亂了 就是因為有一個NCC 這個不務正業 而且當政黨工具的黑機關 NCC等於是張希希 好 休息一會 馬上回來 好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來請教一下 前立委張家俊 家俊委員 你怎麼來看韓國瑜 這次的民調上升呢 其實從這一份民調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目前韓國瑜還是我們藍軍 最能夠贏得勝選的候選人 可是韓國瑜也必須要提防 就是說在6月9號 發生反送中這件事情 蔡英文的民調 已一度超車領先 我相信未來民進黨 因為常到了甜頭 也一定會打統獨牌 統獨牌一定會是 民進黨的最後殺手 這個部分我相信 藍軍唯有團結再團結 才能夠克服 包括6月22號 將在台中舉行的 這個挺韓大會 也希望說所有的 我們國民黨的 這些支持韓的人 我們大家可以站出來 當然也希望這樣子的民調 因為上個禮拜 其實只有領先4.5% 這個禮拜就已經領先6至8% 慢慢的我相信 這個民調會回升 而且現在你看就是說 之前其實好像讓 韓國瑜的聲勢也立為下滑 然後也看到很多的對手 就在一直評論說 你看他的造勢 一場比一場人數要來得更少 可是現在是不是 如果從這個數字來看 包括從黨內的互比民調 韓國瑜拿到第一 而另外對上蔡英文的話 還有柯文哲的話 韓國瑜也比較有贏面 至少跟郭台銘相比的話 郭台銘還會從民調上輸給蔡英文 那我們就要來請這個韓兵 你來評論一下 如果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也代表著說 就算他們要把統獨議題 統獨牌這一次 當作是2020的選戰主軸的話 其實這個韓國瑜還是大有勝算 大有機會 其實我必須說 統獨牌是一定會成為這一次 民進黨他拿出來的最後法寶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已經沒有任何 其他牌可以打 藍綠要歸對了 對 因為很簡單 他內政執政顯然是明顯的不行 不然的話去年不會輸得這麼慘 你要他短短半年之內 那你再把他陪都回來 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他的地方 蔡英文也沒有任何建術 我講過很多次 從2018年第一大選戰敗之後 蔡英文唯一學會的就是當網紅 然後蘇貞昌現在也是 每天都在做網紅 就每天都在剪影片 一個就負責當剪輯 一個負責演出 兩個就每天在搞這些事情 你說這種東西 他還有什麼可以打呢 他當然就是只有打統獨 統獨 再統獨 現在每天就來等待什麼 等待救援會不會又有槍給他撿 就是這樣子 他就要等這個東西 他每天是依賴中國國安島 在生存你知道 其實這個是滿悲慘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覺得韓國瑜的事情 反而會慢慢發酵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他才剛上一期間 大家看不到他最初期 謝謝